你有講說匪文的部分太來生氣了,他現在還在生氣嗎? 我是聽說民進黨要打我的題目之一是匪文,但是這是空穴來風,完全沒有這回事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評論的 關於這個陳時中他昨天那個廣告的部分,然後他有道歉,那你怎麼看? 好,他道歉了是嗎?好,我希望陳時中老實一點,要有個選市長的樣子 他已經道歉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那你有看過那個廣告嗎?看了第一個影響是什麼? 好笑,有點輕浮 農委會的部分,還是說希望能講清楚? 好了,他希望 那你這邊還是要講清楚? 你說農委會那份標案的報告嗎? 農委會那份標案的報告的成效,我在臉書上面已經都跟大家詳細報告過了 講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我光明磊落,沒有什麼好檢討的 反倒是挺抄襲的人應該要道歉,要檢討 院長請問一下,馬正我們時期沒有公布的第三營舊計畫 民進黨立委和市委認為多用會議記錄通訴 然後沒有時期的幫助農業一化,院長你怎麼看? 我剛剛說,我們這個計畫的成效在臉書上面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了 隊長,今天早上十點之後,阿姆平的防禦隧道進行了首次的啟用 那有消息傳輸,說這個隧道跟院長有關係是不是? 我記不是很清楚,沒有辦法回應 民眾長賴湘宇表示,曾經看過 院長任職洪基時主持農委會的委會合約 當中有不明的抄襲問,聽票戒,理想製作權 請問一下,您看 這個計畫主要的精神是在引進國外農業電子化的新發展的資訊 給國內的研究單位參考引用 既然是這個目的的話,引用一些文獻報告的精華一定是必要的 沒有什麼抄襲的問題 你剛才講那個隧道,你再講一遍,我剛剛沒聽清楚 他這個問題是說,今天早上十點鐘的阿姆平的防禦隧道 他已經開始啟用了 你說的是那個十門水庫的嗎? 對 防禦隧道主要是要紓解十門水庫的淤泥 防禦隧道一旦啟用就可以讓十門水庫的壽命延長 蓄水量增加,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們非常樂見 提告的對象是鄭文燦市長,鄭育鵬委員 控訴的項目,誹謗,力圖使人不當選 我絕對不是假道學,這麼多清楚明白的資料攤在前面 我絕對不是假道學 反而有這麼多清楚明白的資料攤在前面 還講那樣扭曲的話 他不知道是笨還是壞 這個其實在第一時間就釐清得非常清楚 那個計畫的本質就是引進國外的農業科技薪資 讓我們國內的農業單位消化吸收 轉化成他們未來的研發的政策方向 所以既然要引用國外的科技薪資 當然會摘取國外文獻的精華 我想這個是非常清楚的邏輯 我想在網路上面大家都看到說 這個是裝飛打月飛 根本是不一樣的事情 那怎麼看董委會以後 不成立調查 小組聲音要邀請 沒有什麼必定的話 就不怕什麼調查 民調給我們是非常好的參考 但是即使我們領先 不管領先幅度是多少 我們仍舊必須每一天都戰戰兢兢的繼續往前走 我們不會因為民調稍微領先就有所鬆弛 到選舉最後一秒鐘 我們都會繼續打拼 讓我們的鄉親了解我們的努力我們的政見 郁長怎麼看 因為昨天像時代力量的議員參選人 就說您的競選團隊裡面有蠻多 是有可能過去有一些背景或前科 那這個部分你要不要再幫我們簡單講一下 那些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 現在我們這些團隊成員只有一個心 團結在一起打贏連擊的選戰 不好意思 我剛才有說過再重申一次 我們提告的對象是鄭文燦市長還有鄭運鵬委員提告的控訴項目就是誹謗跟意圖使人不當選 我們已經組了一個律師團 很快會到法院去提告 但是民進黨批評說這5700萬是納稅錢 那些計畫卻是高比例的評券 您社會學者可以接受嗎 然後包含他們也批評說宏基可能就是受害者 我前面已經講過了他們是睜眼說白話 睜眼說瞎話 他也沒抄雞沒偷也沒剽竊什麼都沒 你抹黑他幹什麼的 民進黨已經錢驢技窮 沒有招了 只好出這個爛招 你去抹張善政沒有用 你反而讓他有個機會來說明 他對台灣的農業有多少貢獻 笨嘛 這民進黨真是笨 而且壞徒勞無功 那怎麼看張善政爆出抄襲 哎呦 那根本就是張飛打岳飛嗎 就是說張善政是個好人啦 那我看了一些綠臺很可惡 張善政說如果他因此引起宏基公司的這個不便嘛 因為總是宏基出來答覆嘛 對宏基道歉 那他的參考的那個資料都在後面有一張清單裡 如果有漏掉 那就這個農委會他很抱歉 人家是個好人啊 我就說 我看有些媒體說 張善政道歉了道歉了 他道什麼歉啊 他道什麼歉 他也沒抄 既沒偷也沒抄也沒剽 也沒剽竊什麼都沒 他那個只是收集全世界的 這個跟農業電子化有關的資料 那怎麼說他剽竊 怎麼說他抄呢 我覺得民進黨已經錢驢技窮 沒有招了 只好出這個爛招 你去抹張善政沒有用 你反而讓他有個機會來說明 他對台灣的農業有多少貢獻 那笨嘛 民進黨真是笨 而且壞 我覺得這是很壞的 他不是論文嘛 他抄什麼東西啊 而且12個人 他是召集人 他就是把世界各國在農業 農業在電子化的應用 介紹給台灣的農民 而且達到不錯的效果 感謝他都來不及啊 你抹黑他幹什麼的 而且沒有用嘛 你沒知道有用嗎 是沒有用的啦 徒勞無功啊 請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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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 請多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